裝成一個模樣 愛似個晴郎 馬一聲不醒 出手他不容讓 空上一個牌位 歸一住高鄉 我們家的女人 都是這棵羊 看山有多高 河水有多麼長 一杯杯的月亮 是晴寒之光 光土地的人哪 怕心情高昂 瘋火起初 我們恩上司通往 定邦跟瑜伽早就沒關係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把人給我放了 長本事了是嗎 這晚上你會用 只要我想學的 就沒有我不會的 只要這環神一拉 他就完蛋了 他完蛋了 你也完蛋了 我無所謂 反正我活著跟死了沒什麼區別 倒樂得有個人陪葬 潘老大他不會有事 最晚他明天就回來了 我沒什麼相信你啊 日本人要是真想要他命 能讓丁邦來抓他嗎 俞老三 我知道你有本事 但我只有一條 見不著潘老大我不會放人 行 你把他放了我留下來 你當我傻呀 我這籠子小 關得住小貓小狗 關不住你這隻大老虎 那你想怎麼的 我給你一天時間 既要潘老大能回來 還不能傷害我兒子 否則的話我還是會炸死他 虎腳蠻蝉是吧 我就虎腳蠻蝉了 行 你快站住 住手 你愛怎麼著怎麼著 潘老大的事跟我沒關係 可他葛大念是持權債的人 我今天說什麼都要把他帶走 你不是想他死嗎 行 我陪他一塊兒死行嗎 裕花龍 你別逼我 裕花龍 你別逼我 裕花龍 你別逼我 走啊 走啊 我算是看出來了 葛大念兒 裕花龍對你可真好啊 連死都願意陪著你一起 行 我今天就成全你們 我們一起死 裕花龍 你別我胡說八道 我這輩子最恨的就是他 我不想再一念也看到他 我害死他 你滾了 讓他滾 你滾 你滾 你走一個順順 你們倆別在我面前演說謊了 行 我接著成全你們 我給你們一起死 實在縫啊 你知道你這輩子最失敗的是什麼嗎 你那心眼裡頭裝的就是恨 沒別的 你恨我裕花龍 是因為我沒把你帶回十全寨 你恨他葛大妮 是因為他奪了你兒子 可惜你錯了 我裕花龍沒把你帶回十全寨 那是因為祖宗的規矩 你可以恨這個規矩 你可以罵這個規矩 但是那是十全寨女人的氣節 你恨他葛大妮你恨得著嗎 他從來就沒想奪走過你兒子 打他進十全寨那天起 他就把丁邦當成自己親生兒子 因為他覺得丁邦可憐 這麼多年過去了 他幾次三番地求十全寨 求老祖宗放過你 為的是啥 你是丁邦的親娘 你不是想死嗎 行我陪你 你完了 你不要放手 你給我閉嘴 你拉他呀到這兒 九奶奶 九奶奶 彩鳳 我這個老不死的又來了 剛才老三沒把話說完 我接著說 這十全寨的規矩是我立的 你應該恨我 不是我你不會落到今天這個境地 彩鳳 這些年你受苦了 當初潘家把你奪走的時候 我就曾經這麼說過 這是我的心裡話 不管這些年發生過些什麼 我老太婆對不起你 你心裡有恨 衝我發 要殺要剐 隨你 潘家傳來的信我收到了 定邦來抓潘老大不該 對 可彩鳳啊 你也不該綁了老爸媳婦啊 你們倆都是苦命的女人 又都是定邦的娘 你們應該綁在一起才對 相互殘殺只會被人笑吧 九奶奶 彩鳳 老祖宗知道 其實你是一個善良的女人 別把自己往絕路上逼 可是誰把我逼到今天的 是誰把我逼到今天的 是我 是十全債的規矩 是女人的氣節 可是 沒有規矩 何成方圓 你可以恨十全債 可以恨我 可這規矩 是不可逾越的底線 要是時光能回轉 我還會這麼做的 彩鳳 瑜伽是虧待了你 行 來吧 來吧 手榴彈就在你手上 掀一丑 什麼都過去了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逼我 不要逼我 沒人逼你 沒有任何人能逼你 只有你自己逼你自己 再去 東東 東東 走 走 你永远是瑜伽的女人 采放 在老祖宗心里 你永远是瑜伽的女人 都是瑜伽的女人 就这么多人 姊姊 我想留下来等潘老大回来 应该 西连池再和实权债有仇 那也是家仇 潘老大能坚持到现在 已经不易了 西连池要是和日本人 签了亲善协议 那恐怕下一个 就是实权债了 好 很好 哎呀 老大 今后 我们就是朋友了 如果以后用得上我田某的 尽管开口 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 尤团长大义灭亲的壮举 真是令人钦佩呀 中国和日本 同是礼仪之邦 本应该相互相尽 对 可是有些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呀 中佐阁下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想出去走走 于团长请留步 听说于团长是实权人 生在实权 长在实权 我们想和于团长的父老乡亲们交个朋友 不知道 对不起 这件事情我办不到 于团长 我听李将军说 于团长是德才兼备的青年才俊 更是骁勇善战的军中骄子 能有于团长您办不成的事情吗 正佐阁下 你可以把我当成一条狗 但不可能是疯狗 于团长 你误会了 我不会 对你 像潘老大那样 去对付实权人 我就是想和他们交一个朋友 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我哪儿都可以去 实权寨 我不去 鼎胖 你的心情 我可以理解 可问题是 你把实权寨当亲人 他们把你当亲人了吗 教官 我 他们不仅愚弄了你的职业操守 更愚弄了你的感情 其实 日本人也知道 帮助八路军突围的 根本不是什么潘老大 他没这个胆量 更没这个本事 是 你我都是军人出身 应该知道这笔买卖是谁做的吧 我刚才去了谷遥 拜见了二尊司令 还特别推荐了你 日本人其实也是很爱惜人才的 二尊司令说 只要实权寨不和皇军作对 过去的可以既往不咎 从这个意义上讲 你去了不是害他们 而是去保护他们 可是 鼎胖啊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心里还装着实权寨 如果实权寨不前亲善协议 兵民城下 刀枪相剑 到时候实权寨是一片火海 残渊断壁 血流成河 与其恐怕就再也没有实权寨和瑜伽了 鼎胖啊 你好好想想吧 他答应去了 是 钟左阁下 您觉得余定帮此行能成功吗 你说呢 我很了解余化龙这个人 这件事让他很难接受 实际上啊 他去与不去对我们来说 都是百利而无一害 余定帮 还是一条没成长起来的小狼狗 要想玉兮的稳定 要想牵制实权寨 让八路军没有栖息地 余定帮这只小狼狗 必须要变成一只 真正嗜血的狼 所以我们需要实权寨 对他进行锤炼 来 喝茶 小语啊 你们都下去吧 走 有事啊 今天丁邦在我眼前抓走了潘朗他 你想跟我说啥呀 我这个当娘的 不能再看他这么走下去 是 你看看 能不能在石泉寨给他某个差事啊 恐怕丁邦看不上他们石泉寨这座小庙 那我去跟他说 我是他娘 你都忘了今天白天发生什么事了 他既然能当着你这个娘的面 把潘老大抓走 他就能抓你这个娘 来威胁石泉寨 签那个什么狗屁协议 这下一个真的是石泉寨吗 早晚的事 大妮啊 你以后别做这种莽撞的事了 今儿要不是九奶奶来得及时 那就真选了 你今天不应该配我 我是石泉寨的保长 我是石泉寨的保长 保护好每一个石泉寨的人 那是我的责任 那就更不应该了 你自个儿抬头看一看 这石泉寨多大呀 所有的担子都在你肩上扛着 你不能有任何的危险 我以后注意 那个 你也得注意 我知道了 听完了 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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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咋了 吃饭了 就吃啥呀 咋就知道吃啊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还能睡得着觉啊 我着急也没用 我又说了不算呀 你说 这定帮咋就当了汉奸了 我觉得挺好的 还好 定帮给日本人做事 那日本人不敢惹咱们 你大哥跟蛇娃给八路军做事 那八路军又不敢惹咱们 这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你说的是人话吗 于家出了个汉奸 这会被人戳几两骨的 他们想戳就戳吧 我听过饿死的痛死的病死的 我还没听过被骂死的呢 我于老八这张脸啊 就跟这个十全债的债强一样 刀砍不动 枪打不穿 这以后保不齐村里的人 还会感谢咱们呢 指望着咱们过上太平日子呢 行了 睡吧 你 你想干啥呀 一大半夜半睡觉 你想干啥呀 你把刚才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我就是跟你说八百遍还是那个道理 有定帮保护咱们 咱们十全战还怕难日本人 这定帮再带回点糖来就好了 咱家早生就喜欢吃日本人的糖 你打我干啥呀 睡晒方圈 凭 凭啥呀 我儿子是团长 我 我是团长的爹 你见过团长的爹是谁 你是我老子都没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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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疼 我受不了十七 腿疼 我还心疼 去 啥时候 学会说人话了 啥时候再回汤屋睡 你给我滚出去 你 你不要 你不要 这怎么天啊 哎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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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太太 你这是干吗呀你 你还真要走啊 老爸都说了 让我走 她那是说的气话 你不能当真 她那是气话吗 是气话呀 她不在气头上呢就胡说 她要真让你走我老七 第一个不答应 第二次天之灵她也不能答应 老七 你不用再说好话哄我了 我现在在潘家是什么地位 我自己心里知道 我就像那天上 断了下的风筝 天流 人不流 采放 我知道 你在潘家过得不顺心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屋子里院子里 到处都是你的影子 你说你还能去哪儿 他说呢 不是我要拦着你 是大哥派我来拦着你 让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 真的 真的 骗你 我说那小狗 要是还不行啊 你老人家就 再砸回我名花 给你出去 该来的总会来的 要是日本人 逼着定邦出头 这事可就不好办了 老三 定邦长大了 我们不能看着他 就这么给祖宗丢脸哪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按实权债的规矩 按实权债的规矩 老素素 丁邦他毕竟是小辈 从小就可怜 咱再给他此机会 给 只恐怕他不会珍惜这个机会 没有 三嫂 我三哥啥事回来啊 没准啊 你有啥事 三嫂 我吃饱了 学院也没啥大事 就是 要不你跟我三哥说说 说啥呀 就是 就是定邦的事 定邦不是已经跟日本人 住在石门镇了 是 他是投了日本人 可是他还是咱们余见的人 余家祖祖辈辈 没有出过这样的人 咱们余家祖祖辈辈 所以也没碰见这种事啊 姐女堂那块俊年久的 林牌是谁的 那是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 留下的 祖上因为不堪洋人的侮辱 宁愿死不苟活 你们余家的男人 不是经常把规矩挂在嘴上吗 那哪条规矩说了 可以出卖国家出卖祖宗 三嫂 我 我跟你说一句 你可能不爱听的话啊 这定邦投靠了日本人 这未必不是件好事 好事啊 当汉奸也是好事 说来听听 他日本人厉害 这谁都知道 咱们十全债的这个债墙 能有那谷洋的城墙结实 再说了 有了定邦 这日本人啊 就不会来骚扰咱们 咱也就省心了不是 我听那个神门镇的人说啊 那个上官开机 他也投了日本人 他还现长呢 照你这么说 那定邦投靠了日本人 还给男士全再长脸吗 这点头 谁还要脸啊 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就行了 人要脸树要皮 你连脸都不要了 你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这脸要紧还是秘密要紧啊 我记得我刚到瑜伽 第一次进监女堂烧香的时候 虽然我那会儿不太明白 但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 老祖宗分我们说 瑜伽的女人宁丢命不丢脸 那是说的女人 瑜伽的女人是人 瑜伽的男人不是人 这话你和大妮说了吗 说了 难怪你今天 又要到我们家来藏饭吃 不是 他这人啊 不开眉眼 说不清话去 他 他还让我 去那柴房睡呢 谁让你睡毛房啊 三哥 龙哥 你知道啥东西的皮 比这古阳的城墙还厚吗 三 三嫂 好吧 三嫂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 我在外面前听见了 以后少在我家说 小心你那条腿 那个 三哥 那 那 县长都偷靠日本人了 我儿子为啥不能啊 因为他姓于 大妞儿 你去哪儿了这是 我去西拐沟了 你去看谁玩了 我就想问问我哥 还有白大哥 这丁邦当了汉奸 咋办 你哥他们怎么说啊 没见着 他们就走了 我哥和我闺女 是八路君 我这儿子又是汉奸 你说我往后遇到 这可咋见面 这八路君会不会杀了丁邦 这不杀心得不好说 如果 有啥话你就说呗 如果他不是死心塌敌 最大恶毒的话 应该不会 可是他如果坏事做得太多 忠实做日本人的走空 那是一定会受到严重的 那是一定会受到严重的 你 好 丁邦回来了 好 丁邦回来了 来来来来 来看 叔叔 哎呀 来来来 来 拿汤吃 谢谢叔叔 拿汤吃 谢谢叔叔 快快快快 拿着 拿着拿着 二怡 NGO 别想啊 别想啊 一人一个一人一个 别动了啊 哎呦 你们这小兔崽子 别别都想 你刚才都个姐 弟弟 都 都带来了 你别人了 都钱那么多 你分人一点 好了好了 都没有相亏了 赶快回去吧 回 throughput 回 entrada 你回 στα 阿 娘 你妈回来了 娘 娘 你手怎么这么操啊 你别干这么多活了 爹 你帮我娘分担点啊 瞧把我娘给累的 没事 娘 早上弟弟呢 我还给他带了好多礼物呢 上学堂去了 走 娘进去 等等 大兄弟 一起进屋坐着吧 不用了 你呀 先回车上去 把东西给我卸下来 我自己回去 是 来了都是客人 我一起帮他 娘 儿子肚子饿了 想吃娘做的饭 听见没 孩子想吃你做的饭 赶紧下厨房去啊 走 娘 娘 还是你做的饭菜香 你们吃吧 来吧 爹在你三宝国家吃了 你怎么跑这三宝国家吃啊 还不是你娘一大早 不是跑哪儿去了 不是肚子里饿 去你三宝国家蹭了点吃喝 爹 你怎么还是以前那个习惯啊 我娘不在家的时候 你得做饭给她吃 那那还是爷们儿吗 实践债的规矩就是啊 这个男人不能碰女人的活 活计 爹 怎么实践债的规矩到你那儿 全给变味儿了呀 丁包 爹陪你喝两粥啊 别别别 爹 我不能喝酒 娘 你吃啊 丁包 你这次来还回去吗 肯定得走啊 儿子现在是大官 这君父一传 多气派啊 以后要是有了出息 哪能在这个寨子里待着 爹啊 话不能这么说 我无论走到哪里啊 都是石神寨的子孙 这句话说得在里儿 走到哪儿啊 都不能忘了根 娘 这次我回来啊 想跟你们多住几天 想好好陪陪你们 行 你先吃着 娘去给你们铺床 好 辛苦娘了 早上 多吃点啊 爹 丁包 爹问你个事啊 听说你前两天 去西连池逮潘老大了 对 逮得好 不配是咱们 十全债的好儿子 他那好人啊 早就该整整了 丁包啊 你这次回来 给爹带点啥了吗 爹 这二十块太阳你收着 都 都给我 你收着吧 我呀 想让你和娘过上好日子 不再为生计发愁 我向你们担保 我一定让你和娘 过上十全寨 最好的日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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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他这么快就回来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舅奶奶 我想 在赐堂议议这事 怎么议 先例后兵 表明立场 彻底断了于定帮的念想 老三 这不光是我们实权债的荣辱 这也事关我们中国人的气节呀 算是明白 娘 这刚吃完饭呢 你怎么又跑到厨房来了 你是做什么呀 我怕你晚上饿 给你熬点粥 娘 趁爹不在 你把这两百块单上收着 两百块 咋这么多钱呀 儿子啊 现在有出息了 就是想孝季孝季娘 屋里边还有一些东西 待会儿你过去看看 行 你别弄了 快脏了 娘跟你说个话 你这回回来 真的是看我和你爹的吗 这还有假呀 我这次回来 主要就是来看你和爹的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事 主要就是想让实权债 在这个乱世当中 能过上幸福和安定的生活 亲善协议 啥都瞒不过你啊 娘 实权债是我家 你说我能让实权债 处于危险之中吗 丁邦 你跟娘说这些没用 现在咱们实权债 是你七爷 和三伯伯来管事的 我知道 我还知道 在实权债啊 娘说话是一言九鼎 连太奶奶都服你 咱们实权债有规矩 不能干出卖祖宗的事 这哪是出卖祖宗啊 娘 你想想 要是如果签了 亲善协议的话 既能保住咱们 实权债的安全 而且还能从日本人那里 得到一些大米和白面 这么好的买卖 咱不能不做呀 老爸 司堂义讯了 你五伯卧来了 去打个招呼吧 好 老爸 老爸 虎伯伯 虎哥 咋叫让我了 这好久没找我去议事了 一定是沾着丁邦的光 丁邦有出息了 大家伙都高看我一眼 对了 丁邦 一块去吧 我也参加 你三伯说了 你长大了 该参加此堂议事了 对 你也是瑜伽的男人 走走走 快进 走走走走 走 大家进一下 哥 人都到齐了啊 丁邦啊 是咱们十全寨的子孙 现在大了 是咱们十全寨的事 他也应该参与了 大家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各位长辈啊 定帮给各位长辈敬礼 来吧 好 这个 是亲善协议 大家伙看看 怎么着呢 前些日子 在联保高所 田老板就拿这玩意 让各村债迁 我当时给拒绝了 可是呢 现在日本人 已经打到黄迟限了 我琢磨着 亲战协议的事 大家伙得溢了 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说头 丁哥 不是都回绝了吗 还溢啥呀 我是回绝了 可我琢磨着 这日本人没跟咱们 签成侵占协议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丁邦 你现在是长官 你了解局势 你给大家说道说道 三伯伯 丁邦啊是晚辈 第一次参加此堂会议 还是请各位长辈先说吧 三哥 我觉得这个协议上 无非是一些定期交军粮 挂日本旗 说日本话的内容 我觉得可以签 把日本人像老祖宗一样供着 杜六 你觉得能签 当初国军也没少 让咱交军粮 那交了军粮还要糟劲咱 我看换个朝廷 也没什么不好 那换朝廷 应该换中国的朝廷啊 是啊 对啊 是啊 对 凭啥换到日本的朝廷啊 确实 那自古以来都是 那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那谁叫咱自己的朝廷腐败呢 那你那意思就是 以后日本人就是亡了 中国人就是扣了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我 我说两句啊 老三的意思呢 我明白 小十二的想法 我也理解 老三的意思是 目前这个世道这么乱 十全债要想平安 就得学会自保 老三 不就是一份协议吗 签了它 十全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当然 最后听不听他们的 还是咱自己说了算吧 那七叔的意思是签了 那现在这个情况 咱不能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啊 那大家伙都这意思吗 山哥 我觉得这个协议啊 不能签 我是这么认为的 协议啊 就像一个男人和女人一样 男人啊 千万不能让着女人 你让他一回啊 就有二回 有二回啊 就有三回 最后啊 他就祈祷你脑袋上来了 协议可以签 但不是现在 咱们再扛一扛 这样才能显示出 咱们十全债的重要 老爸 我们是商量 是签还是不签 不是做买卖 处交情 别让你这些小不及时 这不是猖所欲言吗 五哥 你 行了 打打股 还有别的看法吗 我来说两句吧 散伯伯 协议啊 仅仅就是一份协议而已 我现在就职于李万中的 中意救国军 任命第四团团长 从表面上看 日本人的军队 在预期虽然不多 但是他们的武器 一点都不差 据我的了解 田牧手下有三个小分队 每一个小分队 都配有一门山胖 如果咱们十全债 和他们应拼的话 只能是血流成河 生灵涂炭 我想在座的各位长辈 都应该知道 现在就只剩下东莲池 各条沟 和咱们十全债 遇下的大事已定 我们犯不着出头当这个船子 老三 我觉得这 定帮说得有道理 不就是签个协议吗 咱们就成汉奸了 是 咱们男人可以跟日本人去干 可是女人们呢 老人孩子呢 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的生死 着想吧 你这次回来 不光是看你爹娘的吧 是不是有别的事啊 那正好在这儿说说吧 这不是天菜协议吗 不能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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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长辈 石全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务尽天责 势责生存 七爷和十二叔说的都对 咱们是拧不过日本人这条大腿的 三萝卜 是该到了取舍的时候啊 一把土捧在心间 一枪雪洒满苍天 离各长辩几万里风火远 几人能够毁坏 山下路一马平成 天上云变黄万千 泡沉悲惨 河沉悲喜 多不留情意远 谁人风光无险 一段情不遂人缘 一滴泪黄土爱恋 一场绝恋不败来 人世间 情人离三山河边 草木枯虽也不眠 血腥耳语待晴天 地府天白 山下鲁鱼马铭转 天上云变幻万千 浮沉未兮 途不了情与缘 水远风光无邪